高雄一名通緝犯在逃亡期間 又換共犯下手來偷車 不過才剛得手 就揪到巡邏員警給盯上 當時兩人開著髒車 一路是從高雄湖內 投往了臺南仁德 但是始終沒辦法甩開後方 緊追不捨的員警 這兩個人甚至是直接就在巷子裡面 鬥車衝撞警車 但是員警當時是左右包抄 也成功壓制逮捕兩名嫌犯 髒車鑽進小巷內持續加速 不甩後方員警鳴敵警示 要求停車 甚至倒車衝撞警車 髒車被卡住動彈不得 員警立刻下車衝上前去 左右包抄先制服開車駕駛 副駕駛坐上的同伙躲在車內 也被強壓下車逮捕 這兩名嫌犯十八號在高雄湖內 偷竊車輛 不久後就被巡邏員警發現 兩人拒絕盤查反而加速逃竄 一路逃到了台南市仁德區被逮 犯嫌犯為逃避警方查氣來倒車衝撞警車 最後在台南市仁德區然後該失竊車輛 並將林黃等二人卸下車輛壓制代表 嫌犯頑強抵抗衝撞警車 其中開車的零性嫌犯有詐欺竊道毒品多項前科 同期在案和同伙偷車的黃姓嫌犯被依竊道 以及妨礙公務罪嫌移送偵犯 因為犯刑明確 警方也見請檢察官對犯嫌預防性羈押 記者陳立國高雄報導